跟亚伯兰说话了,看一下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哇,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的亚伯兰所居住的本地,本族跟富家来讲的话呢 是已经离开了上帝,是充满了偶像、神明、妙语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和家族 但是亚伯兰非常孝顺爸爸,当他领受神的感动跟启示的时候呢 他也跟他的爸爸分享说,爸爸,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也是创造亚当夏娃的上帝,也是创造亚伯跟赛特的上帝 这位上帝呢,曾经在红血时代毁灭了,怎么样? 哇,许许多多的,有生命之物 结果因着神,因着挪亚敬畏神 所以神叫挪亚 造方舟,然后呢,进方舟 最后出方舟 出方舟之后,看到产红满天 最后呢,散寒亚佛 三个孩子,就三分天下 那三分天下之后呢,没有想到如何 没有想到十一章,却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度 完全没有考虑到,神的尊惠荣耀 神的计划跟旨意 完全是以自我,以人本为中心 然后呢,亚伯拉罕在那边思想,在那边祷告 结果神呢,就糟糟糟糟糟 天上人在search啊,search 我们现在常常google,search,yahoo,search,百度,search 这边,天上人在search,search,search 涉取到说,哎,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叫亚伯兰 那这个人很特别,他的名字叫什么 亚伯兰,亚伯兰的名字翻译出来 叫什么意思啊 叫做高贵的父亲 叫做这个 就是很尊贵的 很高大的父亲 那代表说 他的爸爸呢,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呢 就希望说 他生这个儿子呢 能够做伟大的父亲 做高贵的父亲 而且希望亚伯兰这个儿子呢 将来能够怎么样 能够生养众多 那他的爸爸呢 可能还不太了解 亚伯兰这个儿子的心愿 儿子在寻找神 神也在寻找儿子 在寻找一个敬畏他的人 然后在那个时代当中呢 神就向世人启示了 宗教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一种就是人去寻找神 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是 神来寻找人 所有宗教其实都在解决 人的罪恶跟死亡的问题 但是呢 自古以来 普天之下 没有任何宗教家 或信仰那些人本 或是自我为中心的 宗教的这些信徒呢 能够 能够靠他们的信仰跟宗教呢 脱离罪恶 甚至 就战胜死亡 没有任何宗教可以达到 所以 第一个 神要给亚伯拉罕的考试 就是信 信心方面的考试 什么考试呢 就是 他要选择 人本宗教 功德 还是选择 神本 启示救恩 大家说一下 人本的宗教功德 还是神本的 启示救恩 大家说 人本的宗教功德 或者是神的 启示救恩 大家很清楚的 所有其他宗教呢 都是以人为本 靠自己的 努力 修行 打坐 功德呢 来想办法 怎么样 就是 脱离 这个 聂 聂与人 或是业障 脱离这些罪恶 甚至呢 想要得着 永生 但是呢 这些完全做不到 那神本的启示什么呢 就是说 神 知道人的罪恶 神 也爱 这些 犯过罪恶的人 神知道说 罪恶的公价 就是死 那神愿意让我们 有一个救恩 就是 能够出死 入生 刚才我们念了 创世纪的二十二章 晓得 我们这位神呢 竟然有一天 向这一位敬畏他的 向这位在寻找他的 向这位在渴慕他的 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呢 出了一个最大最难的一个考试题目 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说亚伯拉罕 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以上呢 带到一座山上 一座山叫什么山 摩利亚山 到了摩利亚山之后呢 还不是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要在我指示你的 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把你宝贝的儿子 做什么 献为凡击 什么叫做献为凡击呢 就是将他杀了 然后呢 还要烧了 献给 神 你说亚伯拉罕 面对这样一个考试 他到底心中 如何去思想 神啊 你是 是生命气息的神 你绝对跟那些偶像神明不一样 当初我在巴比伦 我在加勒比沃的时候呢 就看到有很多很多宗教 看到很多的信徒呢 为了要所谓讨神的欢喜 然后呢 特别让他们的儿子女儿 怎么样 金火 然后最后 把他杀了 把他烧了 要献祭给那些假神 那你是真神上帝 是自由拥有的 你绝对不会 让我 把我的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呢 是你赏赐给我的 是应许之子 不可能 你要 让我的儿子 怎么样 当做烦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亚伯拉罕 听神的启示 吩咐 呼叫 清不清楚 非常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亚伯拉罕 虽然这个时候 已经有130多岁了 亚伯拉罕呢 他却认识神的声音 因为他常常怎么样 跟神有交谈 神是他的朋友 所以他非常了解 他没有听错 他也知道 他呢 很正常 很健康 没有幻想 没有听错 所以呢 亚伯拉罕 不单单说 我在这里 而且呢 22章第三节讲说 亚伯拉罕 一大早呢 就起来 背上履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更奇妙的是 神叫他 上山 所有人 要砍财 去山上砍财 还到山下砍财 都到上山去砍财 对不对 上山砍财 上山打猎 可是亚伯拉罕呢 在那个时候 确实在 山下 就已经把财给批好了 更特别的是 亚伯拉罕 让这些财啊 是自己 做父亲的背呢 还是让儿子来背 让儿子背 很特别哦 你说亚伯拉罕 虽然137岁 可是按照圣经说 他活到175岁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应该是身体还非常健康 非常强壮 他能够自己悲财 所有爱孩子的父母亲呢 都希望儿女们怎么样 想服务不要受苦 所有的重担压力 父母亲来承担 所以如果 上山 有一段路 要骑驴子的话呢 请问 谁会骑驴子 肯定怎么样 儿子会骑驴子 当然儿子也会孝顺爸爸说 爸爸你骑驴子啊 互相推浪啊 对不对 正当中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跟上帝关系很好 亚伯拉罕跟儿子关系好不好 也非常好 好到一个地步呢 你晓得吗 他们是同心 同行 同工 而且呢 还同床同梦 很特别哦 同梦啊 然后 亚伯拉罕这个儿子 你知道吗 在 这个时候已经几岁了 已经几岁了 如果我们好好查考 圣经的上下章 前后文的话呢 发现说他已经有三十出头了 三十出头了 但三十多岁的一个孩子 跟一百三十多岁的老父亲来讲的话呢 在父亲的眼光 和在上帝眼光当中 这个孩子呢 都是小孩子 所以都称他叫做童子 可是呢 你晓得吗 三十多岁的人 是最年轻力壮的时候 是壮年 壮年 那 如果 爸爸要绑他的话呢 你知道吗 他会跟爸爸讲说 爸爸呀 我是你的 独生的儿子 而且我是你所 特别爱的孩子 而且呢 我是上帝所应许 怎么样 要让你 能够 生养这么多 让你的后裔 让我的子子孙生呢 能够像 天上的心 像海边的杀 这么多的 上帝不可能 要你把我 要你把我 杀掉的 不可能 所以 如果 以撒 有怀疑 或想要反抗的时候呢 请问 亚伯拉罕 能够把他绑起来吗 肯定绑不起来 肯定绑不起来 所以呢 当我在不断的思想这些 重点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了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 上帝在给亚伯拉罕 考这个期末考的 题目之前呢 你知道 一个好老师啊 在考试之前 会不会把 该知道的 或者 要考试的 所有内容呢 早就在 怎么样 课前 几个礼拜 几个月 怎么样 几年 早就怎么样 讲过了 一次两次 三次 对不对 这才叫好老师 对不对 那我们的 阿爸天父 是一位 好老师 是好天父 当他要给 亚伯拉罕 这么一个 难的考试 这么一个残酷的考试的时候呢 有没有事先告诉他 有没有事先告诉他 没有 有暗示过 我跟你讲 在我的 祷告跟寻求当中呢 我觉得说 神 在考试之前 有 多多少少 明明暗暗呢 都跟亚伯拉罕讲说 有 有一位救主 有一位羔羊 这位羔羊呢 要担当世人的罪恶 这位羔羊呢 要背着十字架 要上一座高山去 这位羔羊呢 是义的 代替不义的 是无罪的 代替有罪的 这位羔羊呢 被杀之后 却要如何 却要复活 我相信 上帝跟亚伯拉罕 做朋友的期间呢 常常在说这些 可能还不是说一次两次三次 但这位羔羊到底是谁呢 上帝也可能 跟亚伯拉罕暗示了 其实这位羔羊啊 这位羔羊啊 是人间当中找不到的 这位羔羊啊 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 是从无限进入有限的 是从永恒降到时空当中的 这位羔羊呢 其实就是谁 就是 一而三 三而一真神的 我的儿子 你说 亚伯拉罕那时候听懂他讲这句话吗 听不懂 上帝还有儿子啊 所有 那个时候 对上帝的观念 你看 犹太教啊 跟那个 基督教 跟回教呢 都对上帝 请问是一神观还多神观 是独一真神观的 所以既然独一真神观的话呢 那上帝就是一个 就是一位 哪有什么儿子问题啊 懂不懂 所以 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 哎呀将来呢 我要 差遣我的儿子 怎么样 去为世人赎罪 成为但却的羔羊 亚伯拉罕听不听得懂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那当上帝要跟亚伯拉罕考试的时候呢 亚伯拉罕就认为说 哦上帝要我把儿子献上 那谁做羔羊 可能是我的儿子做羔羊啊 你听懂吗 我的儿子如果能够做羔羊 我的儿子如果能够成就大事 我的儿子如果能够 哇那这个事怎么样 这是真正光宗耀祖 虽然不能够禅宗接代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大事业 大作为呢 哇那实在是 他生命的意义 对不对 所以 上帝跟亚伯拉罕 有很多很多的启示 很多的启示 那这些启示呢 当亚伯拉罕 带着儿子上山的时候呢 你晓得吗 亚伯拉罕都在回忆 都在思想 他就发现说 哎 上帝当年 这个在给我上课 在教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哇可能 有没有一些图片 有没有一些异象 有没有可能 试听教育的 对不对 就地取材的 常常给他看的 所以当 当上帝跟他讲说 你要把你的儿子 带到摩利亚山去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这座山叫做什么山 圣经当中 希伯拉罕叫做 摩利亚山 摩利亚山的意思呢 就是 能看见的山 你要去一座高山 这座高山呢 能够叫你看见神的作为 能看见 神的救恩 看见神的计划 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 你要上那座山 而且在一个指示的地方呢 把它献为繁迹 结果 弟兄姐妹们 当神对亚伯拉罕 如是启示的时候呢 请问亚伯拉罕 他有没有接受 有些地方 他真的不明白 比方说 刚才所读的创世记 十二章 神对亚伯拉罕讲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去我指示的地方 请问亚伯拉罕 那个时候知道说 去哪个地方吗 不知道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地图 又没有GPS 你要去啥地方啊 上帝你说清楚好不好 不要跟我打糊涂仗 什么都不信你叫我去 那请问亚伯拉罕 有没有顺服 也就立即顺服了 上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此路行传第七章 上帝第一次跟亚伯拉罕显现 是在此路行传第七章 接下来第二次呢 是在 创世记条第十二章 先看第七章 此路行传第七章 第七章呢 你看一下哈 第二章 第二节 第七章第二节 大家来念请 斯利凡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米索波达米 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迦勒里人的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之后 神使他从那里 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密族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 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神说他的后裔 必寄居外邦 那里的人 要叫他们做儒仆 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又说 使他们做儒仆的那国 我要惩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侍奉我 神又赐他哥里的约 于是亚伯拉罕 生了以撒 第八日给他行了哥礼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好大家晓得 神呢 在天上 选中亚伯拉罕 透过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呢 就建立了一个 能够明白神心意的家族 建立一个愿意荣耀上帝的家族 最后这个家族呢 成了目前的以色列国 成了神的选民 在民族上来讲 他们叫做犹太人 在国度上来讲 他们叫以色列国 在语言上来讲 他们叫什么 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 神呼召他们 离开偶像 怎么样 要进入 生神 要离开 这个 乌尔 要进入迦南 神 乃是告诉他们说 所有人间的宗教 所有人为的功德呢 都不能够解决 最后跟死亡的问题 亚伯拉罕 也真正经历到 他自己的软弱跟失败 你看看 他虽然信号神 顺服神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他 不是只有失败一次两次 他在被神试验的时候呢 甚至接二连三 失败好几次 怎么说呢 我们再回到创世纪 透过这些失败呢 亚伯拉 亚伯拉罕就深深认识自己的人性 人不能够自己拯救自己 人必须要靠 生成上帝的救恩 看一下创世纪啊 看刚才 十三章 我们来看一下 十三章呢 这里告诉我们 亚伯拉 亚伯拉面对很多的考试 有时候是考过了 考一百分 有时候呢 是考零分 零分 先看第十二章啊 十二章 神允许 饥荒来到 十二章 第十节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盛大 要不然就去哪里 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占居 神奇思 早就应许他说 迦南地是美地 是流奶与蜜 是神赐福保守的地 结果呢 结果他下南地 南地遇到饥荒 他却下到埃及去 埃及是预表 撒但魔鬼的国度 然后结果在 将近埃及的时候呢 他就做错了事情 好听叫做通权答辩 叫做这个灵巧相舌 其实他是在 怎么样 在撒谎 他真正怕死 怕死 你说一个认识 生命之主的 这位朋友呢 竟然面对 他美丽的妻子 结果呢 就担心说 去了埃及之后呢 埃及人看见说 他的太太漂亮 然后呢 却要怎么样 就想要 把他的太太给夺走 把他给杀掉 所以呢 他为了要保护自己 为了要留存性命呢 就跟太太讲说 你在别人命前要说 你是谁 妹妹 你是我的妹妹 好 你看看 结果没有想到呢 那个时候的埃及法老 就看到这个女人非常美丽 其实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这个沙莱 沙莱已经几岁了 已经几岁了 已经65岁了 因为那个 沙莱是比亚伯兰少 10岁 10岁啊 已经65岁了 可是法老王 听他的成功讲说 哇 从外地来的一个女人 非常怎么样 非常清顺 非常美丽 非常高贵呀 然后法老王就怎么样 就派他的成功去什么 去送嫁庄了 送多少嫁庄呢 你看看 16节 法老因这妇人 就后代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多少嫁庄 牛羊 牛羊 骆驼 宫女 妥妇 哇 你看看 结果 埃及法老王 认为说 你看 我又送嫁庄 又送聘书 理所当然 就要把他取来做 什么 做宫女了 但是呢 神是不允许 这样的错误产生的 因为神知道说 虽然亚伯兰 他们夫妻两个人 乐意怎么样 遵行天命 但人是什么 人是软弱的 人常常会 怎么样 一不小心 就会说错话 就会做错事情的 所以神就把走了 他们这对恩爱的夫妻 然后呢 第13节 第1313节 那有这样的一次经验之后呢 你晓得吗 又一次考试了 这次考试呢 你知道亚伯兰 考几分了 就考一百分了 为什么呢 当他们得着了这么多的牛羊驴 生处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说 罗德和亚伯兰的牧人呢 就彼此相争 13章第8节 我们来看了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骨肉 遍地 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结果罗德 这个不懂得尊敬 薄薄的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 就竟然先选 最好的平原 结果最后 那薄薄选什么 就扁 又是山 又是丘陵的 另外一块 好像没有 那个平原这么好的一块地 但是呢 亚伯兰 他情感非常非常丰富 他实在是 乐意学习神的恩典跟联名 然后十四节呢 大家看了 罗德离别亚伯兰 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 大家说 向东西南北观看 向东西南北观看 很重要一句话哟 请问东西南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十字架 一个十字架的符号 所以很重要 神呢 其实在这个时刻呢 已经向亚伯兰 透露一个十字架的信息 有十字架 就有前途 有十字架 就有办法 亚伯兰在这时刻呢 你晓得吗 他的心中其实 有点不去滋味 哇 你做侄儿的 竟然选这么好的一块地 是我把你带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带你出来的话呢 你还没分 没门呢 对不对 结果呢 亚伯兰还是敬畏神 竟然还在那个地方呢 魏少人帝组了一座坛 亚伯兰在江南地 魏少人帝组过三次坛 每一次组坛的时候呢 都献祭 当然那个时候的献祭是献成祭 可能献羊 献羊或献牛 好 十字架告诉我们说 这时候呢 有四王跟五王 那是人类历史当中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因为有四个国家 跟五个国家在打仗 第十一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然后呢 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 掳掠去了 当时罗德正出在索多玛 好 你看看 亚伯兰那个时候 他其实 发现罗德 怎么样 被掳的话 应该要如何 应该要高兴 要得意 你看神真正审判 你这个孩子啊 对吧 不懂得敬老尊贤啊 不懂得敬畏上帝啊 竟然如此的嚣张猖狂 然后不懂得礼让长辈 结果你看看 你这时候遭遇到该有的灾祸跟报应了吧 但是没有想到 当 伯伯 听到侄子 遇到状况的时候呢 请问亚伯兰如何反应 他一话不说 马上就 怎么样 就 派了他 自己的部队啊 三百一十八个人 好像一个营长一样啊 他 在 这个家当中呢 特别训练 有 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就派了这三百一十八人 你看 带着他们 分队杀败的敌人 分队杀败的敌人 那请问 亚伯兰有没有杀过人 有没有杀过人 有 打仗的时候 一定 是 很有可能 会杀人的 对不对 杀人才叫杀败嘛 所以 基本上呢 亚伯兰 他完全的 以德抱怨 以德抱怨 然后呢 第十九节啊 你看看 十九节 有一位 撒冷王 麦基启德 当他们来迎接 这位 战胜的 亚伯兰的时候呢 然后他为亚伯兰祝福 大家来看 十九节说什么 他为亚伯兰祝福 说 愿天力的主 至高的神 赐福亚伯兰 至高的神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 喜德 就是第一次的十一奉献 是谁奉献的 亚伯兰 是亚伯兰 而且是他 怎么样 心甘情愿 乐意奉献的 那这种奉献呢 请问 有没有神的启示 跟教导 有没有 我相信也有 为什么不是奉献十分之二啊 为什么不是奉献百分之一啊 为什么不是奉献一半啊 为什么不是奉献全部啊 圣经中十一的真理 是旧约到新约怎么样 是不改变的 所以 亚伯兰呢 得着很多很多神的启示 不单单启示说 有一位带罪高扬 才能够 救人脱离罪恶 帮助人怎么样 吞灭死亡 所以 亚伯兰甚至呢 还知道说 人对神 要献上 十分之一 所以这些呢 都让我们看见 亚伯兰 得着了 叙叙多的启示 这些启示呢 更从亚当夏娃 得着对不对 你说亚当夏娃 当他们犯罪之后呢 你晓得 这个夏娃 立刻就用 无花果树的叶子 怎么样 做成衣服来遮羞 结果神 就为他们做什么衣服 用皮子 做衣服给他们穿 所以这个皮子呢 就是用羊皮 给他们穿 所以 当 这个 夫妻 就是创世纪 第一章是创造天地 第二章是 创造男女 第三章是 夫妻犯罪 第四章就是 兄弟怎么样 兄弟献祭 对不对 犯罪之后就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呢 爸妈教的 懂不懂 亚当夏娃 王军说他们犯罪了 得罪神了 然后他们就教他们的 孩子要怎么样 要献祭呀 结果献祭的时候呢 该隐献什么 该隐就献 麦子 献龙产 那结果 这个 亚伯献什么 亚伯就献羊 那亚伯为什么献羊呢 因为爸妈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早就 在亚当 夏娃犯罪之后呢 跟他启示说 将来有一位什么 有一位 待罪的羔羊 这位待罪的羔羊呢 其实在创世之前 万物之心 在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万物之心呢 神早就已经预备好的 所以你来看一下 在创世纪22章 亚伯拉罕 他砍财之后呢 上山 然后呢 父子二人同行上山 那座山很高 耶路撒冷的那座山呢 在 在加南美帝的地方 是相当崇高的 是众山围绕了耶路撒冷 然后第七节 以赛对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 我在这里 以赛说 请看 活与财都有了 但繁记的羊羔 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 神必 自己预备 做繁记的羊羔 于是 是二人同行 请问大家 第八节 亚伯拉罕的回答 是 有信心的 是真心的 还是虚心假意的 还是痛苦不堪的 真心的 亚伯拉罕对儿子说 神必自己预备 但是呢 神却很清楚的 跟亚伯拉罕讲说 是儿子要做羊羔 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毛六门冲突 亚伯拉罕 知道说 神自己会预备 他呢 你知道吗 上了山之后 就东找西找 东看西看 东张西望 要找 神自己预备的羊羔 在哪里 可是找着了吗 没有 竟然没有找着 但是神预备了吗 预备了 羊羔其实早就预备了 为什么没有找着呢 因为羊羔在哪里 你看看在哪里 在十三节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羊 公羊 两脚扣在 稠密的小树中 既然是稠密的小树中 圣经非常幽默 树小 可能被大树挡到 树小呢 枝叶非常非常 是什么 茂盛 那 公羊羊羊羔就扣在这个小树中呢 就咬了 看见什么 就没看见 所以羔羊呢 是早就预备好了 早就预备好了 所以 整个基督教的中心就是 神为人类预备到这羔羊 我们要以神为本 要以神为中心 这样的一种 敬畏神 这样的一种人生观 才是合神心意的 才能够完成你 生命的意义价值目的 跟归宿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 两种宗教 亚伯拉罕 这位亚伯拉罕 最后选哪一种 很清楚的 他自始至终 他都选择 就神本的 启示的救恩 就神启示的宗教 而不是人本的 要靠功德 靠行为 要靠修炼 然后来解决 罪跟死亡的问题 第二个 就是在盼望这一方面 神给他什么样的考验呢 就是 亚伯拉罕 面临两个选择 你要实现自己的报复呢 还是要实现上帝的执意 亚伯拉罕这两个选择题啊 他要选一个 实现自己的报复呢 还是实现上帝的执意 我们来看圣经当中 二十二节 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三次说 我在这里 一次是对儿子讲说 儿子我在这里 两次是对谁讲 对上帝说 我在这里 二十二章第一节 上帝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什么 我在这里 然后呢 还有哪里 十一节 耶和华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什么 我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亚伯拉罕 时时刻刻 在等候上帝对他说话 我们今天呢 你晓得 你的iPhone一响 你的手机一响 你怎么样 很多人是马上接机 即使再忙再累呢 你都要看是 别人有没有跟你留言 你马上要抢时间 回他电话 可是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根本不闻不问 不理不睬 我们根本不在乎 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 神透过圣经 透过文字 对你说了这么多的话 六十六卷书 将近一百万的中文字 可是我们有读吗 我们关心吗 没有 神也常常跟你打电话 跟你传信息 请问你有没有敞开心在听呢 可是这位亚伯拉罕 你看看 他是随时随地在听后神 对他说话的神 他跟神的关系好 他跟他自己的儿子 关系得非常好 目前做爸妈的 你晓得儿女们啊 要跟爸妈聊天谈话 请问爸妈有时间吗 爸妈只知道工作要赚钱 爸妈是怎么样 一点时间都没有 爸妈宁愿给孩子多一点钱 然后呢 可不可以给孩子时间 没有 可是当儿子跟爸爸问说 爸爸呀 翻去的眼睛在哪里呢 爸爸怎么说 爸爸说什么 哦 就是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就是 儿子一叫父亲 父亲马上就怎么样 回应说 儿子啊 我在这里 所以他们的父子关系呢 相当相当好 他们的父子关系呢 根据我个人的思想 导致研究 我觉得说 亚伯拉罕跟他儿子 从来谈什么 在谈戴罪高养的事情 如果他没有跟以撒这个宝贝儿子谈神的计划 请问 以撒会甘心悲财吗 请问以撒会甘心被爸爸捆绑 然后放在祭坛上吗 请问会不会甘心 我跟你讲不甘心的 不甘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撒可以 用各样的理由借口来抗议 来示威 跟爸爸讲说 爸爸 你一定糊涂了 你一定搞错了 你一定听错声音了 这位神是自生命的 是慈爱的神 绝对不会 要我们杀人献祭的 杀人献祭呢 那是什么 那是偶像神明的事情 绝对不是 这位真正上帝所做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是 那以撒 强壮吗 以撒这时候 可能已经33岁了 他够强壮啊 爸爸虽然133岁 请问爸爸要绑住一个 33岁的壮年人 容易吗 不容易 是不容易的 代表以撒是心甘乐意的 怎么样 顺服 心甘乐意的被钉十字架 心甘乐意的 怎么样 被放在祭坛上 心甘乐意的是把自己的生命 要献上 为什么呢 因为父子两个人都在想 都在想 我们到底是 要传宗接代呢 要光中要祖呢 还是我们要 实现上帝的旨意 两者之间非常重要 同样的 你在你的人生中呢 也常常面临两个选择 你是要 实现自我的报复 还是要实现上帝的旨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再回到创世纪的13章 睡着的旨意 多么 谢谢观看